大家好,欢迎来到芭蕾世界,我是你的郭宇 今天我来教大家如何正确使用三维螺旋领状功能来驾入我们的芭蕾手臂 人的上臂是由一块肱骨组成,而下臂是由一块老骨和尺骨组成 它们的功能和结构跟我们的大小腿极为相似 所以三维立体螺旋领状功能也同样适用于手臂 在下期这手前一定要使我们的肩甲放下来,使我们的整个肩膀打开下臂 在这个基础上抬起我们的整条手臂 在肩膀保持打开的基础上,我们将上臂和下臂同时适度的先转弯 然后在大臂转弯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的转开小臂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另外一只手来保持大臂的不动 当然我们的手腕关节也是从小臂同时转开的 当小臂完全转开时,稍稍弯曲肘关节再形成八维手心 这个时候膝背手就架好了 这样肩关节,大臂,肩关节,小臂和手腕关节就像一条毛巾一样被反向了三维螺旋引紧 这个方式适用于所有的芭蕾准备 你学会了吗? 如果你想知道空谷,请搜索《我新我素8084》的命运这本书 您可以在芭蕾世界的官方平台找到它 谢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见 谢谢您的观看